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时候吴奇龙最 最比较亮眼一点的原因是他会翻跟斗 吴奇龙在小虎队中间他都排中间 他在一大路口里面 打电话来 欢 你干嘛呢 我说你是谁啊 吴奇龙 吓坏我 完全是一个大路口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可能这么多年我们平常都不太会去听 不一定会有机会去听自己以前的这些歌 可是当音乐放下去的时候 你很自然的就会有画面 2016年大路春晚 好久不见的小虎队相隔十多年之后再度合体 这种感觉就有点像你大学毕业了 然后你一段时间回来开大学同学会 然后是一样的道理 就你虽然分开了 大家各自会有不同的生活 不同的工作 但是一段时间又有机会聚在一起 那个感觉是很 怎么说 很开心的 是会觉得是值得纪念 当你吴奇龙是在摆地台那时候被发掘 起初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经纪公司不放弃 整转透透了妈妈说服他 刚开始我是没有想法的 我就觉得我也不知道那要我去干嘛 公司同事我觉得他就很有耐心吧 天天打电话跟我妈妈聊啊 一直到申选前吧 我妈妈才跟我说那人家很有诚意 那你就就去吧 去试试看 反正你也不一定选得上 那你就去 反正地摊你也敢摆了 有什么关系呢 去增加一些社会历练 就想想那就去吧 他有一种很奇妙的特质该怎么说呢 就是他很不善于言辞表达 或表达自己 然后他会很害羞 而这种特质可能就是一般女生 会喜欢的那种特质 就是老少型女生的不记忆那种 成群短短三年 小虎队就红遍了全亚洲 吴奇隆他的人气最高 走到哪儿都有人认识他 不过他很不习惯 这种活在美光灯下的日子 在小虎队爆红了第一年 他就曾经想过要放弃 红了之后你的生活是受到影响的 因为所有人就 包括同学都不太爱跟我出去吃饭 因为跟你出去吃饭很麻烦 就要帮你拦着人 人家要拍照要签名要干嘛 他们会很不自在 所以我会觉得我的生活改变了 所以第一年之后 其实我是不太想再做的 我记得他们有为这个歌 为这个电影去做一个宣传的演唱会吧 那是免费的 就我开车先去 我开了一部轿车先去 然后就在里面跟他们商量 怎么表演啊 怎么宣传电影 然后就围了超级多的人 然后等人散了 演唱会完了以后 我去开我的车 我的车已经烂掉了 因为全部都站在我的车的车顶 在看表演 就上面都是凹洞 我的一部新车 所以那时候小虎队是非常 非常不得了的 那后来就刚好也碰到家里 财务上面有一些问题 然后也就没办法 那你不做也不行 那就做了 责任无法卸下 正好坦然面对 当年经纪公司希望吴启荣尝试单飞 他根本就不想 甚至想要躲起来 让公司找不到人 后来小燕姐特地找他长谈 希望他为小虎队的将来铺路 吴启荣这才点头答应 志鹏刚去伏兵役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觉得 小虎队应该就是三个 所以刚开始公司说 让我一个人先做的时候 是有 有一点抵触的 所以那个时候刚开始 有躲了一段时间就 因为反正我也在念书 要上课 那公司就 找我竟然就不回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还是希望三个人一起工作 他们两个有时候会吵吵架 或什么旁边这两个人 乖乖虎跟那个小帅虎 那他会觉得 这个批地屋会觉得说 有时候看他们两个这样子 会觉得真的蛮烦的 他就很想自己这样独立 那他个人的能力 跟他的整个外形 还有他受喜欢的程度 他是绝对可以做得到的 你们手上是不是有彩带 我们要把彩带绝得越长 来一起说好 我们要把彩带绝得越长 我们对小虎的祝福就越多 我们的思念也最长 在一起 我们跟小虎一起来唱这首 放心去飞 记住哦 不要掉眼泪哦 你还是走到这一天 要奔向各自的世界 小燕姐啊 苗姐啊 他们也就跟我谈 谈了很多次 先做一些尝试嘛 因为将来大家还是可以 三个人一块一起工作 那只是说你可以增下一些 不同的表演的一些机会 那谈了很久 后来才决定说 好吧那就先出一张专辑看看 那一天知道你要走 我们一出话也没有说 在陈镇彭当兵 索友彭决定专心于课业之后 吴奇隆终于尝试发行个人专辑 忙碌的通告生活 让原本对于丹菲 有些惶恐的吴奇隆 没有时间忙人 他最高纪录 曾经七天没有躺着睡觉 唯一可以合上眼睛的时间 是他站在片场 背对着镜头的时候 我们以前就常常觉得 他都不太睡觉 因为他常常 因为他体专 他的功课也要顾问 然后家里的事情 餐厅也要帮忙 然后小虎队还要做 还没事还要 就是长官还有 就要来跟我们这些 交一些规矩 让他不用睡觉啦 我们就觉得他好像 我一直觉得他这辈子就是 他本来可以活个一百岁这样 然后就现在搞不好 只能活个六七十 那个时候其实我 我最忙的时候 那时候是同时出三张唱片 一张国语 一张广东的 一张精选 都是在 几乎在同一个月出 那那个时候 而且我那个时候还要 都是拍两部电影 大厚 我去发射 小女孩 去发射 来 OK了吗 OK 来 她们就要断 你们都要不捉快 多多快 谢谢大爷 我吃过最多是连着快七天没睡觉吧 因为你白天做唱片宣传 那你就要跑不同的电台做节目 做完了之后然后要拍MTV 拍MTV之后你要再把我送到片场去拍戏 那通宵地拍到第二天早上 唱片公司的人再来接我 再去做唱片宣传 所以连着快七天没睡 后来我拍戏的时候是站着睡觉 就两个人譬如说在对台词 对对对对 然后导演从那边对完了 他走回去那边看Monitor的时候 还正式开始我已经睡着了 站着睡 吴奇隆慢慢打响了世界平台 小虎队被人们讨论的次数越来越少 当时在新闻版面上面突然窜起的是 媒体的心宠儿四小天王 他们是林志颖 吴奇隆 金城武以及苏友朋友 其中身世最高的是年纪最小的林志颖 然后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景象 我就坐在导演椅上休息了 吴奇隆就蹲到我旁边 然后就看到所有人追逐林志颖 他从我面前过来 他就蹲在那看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奇隆 其实三年以前 你们也是这样子抛给人家追 那今天他们在追这个林志颖 没有什么想法 没有什么感触 没有一个人看吴奇隆一眼 林志颖当活 结果吴奇隆就说 他说小燕姐 就是说张小燕 告诉他们 做这一行就是起起落落 起的时候不要太得意 你弱的时候也不要太难过 如果你看不穿这一行 你看不穿这一点 你不可以干这一行 就是说 哇 我说奇隆 你真的长大了 你就讲这句话你就长大了 我是你们新来的队长 如果我是水鬼 你们都在偷偷搬家 我自己红 当年吴奇隆准备入园前夕 媒体天天都在报 吴奇隆是否会因为 右手习惯性的脱臼 而不用当兵呢 对 我觉得那个时候 就是大家会觉得很烦 像我们到最后都写到很烦 就是怎么又脱臼了 又一下要当一下不要当 然后又要去做检查 怎样就会很烦很烦 可是没办法 大家就要知道 因为他在当红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说 奇隆这个到底 这也是真 就有人怀疑说 他是没有那么严重 然后说什么习惯性脱臼 他们说奇怪 习惯性脱臼 为什么还可以 每天都可以表演 接那么多的场子 就很多人很怀疑这个 可是医生证明又说 他真的是习惯性脱臼 我曾经就跟他一起 办演唱会的时候 他会转身 然后 怎么了 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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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掉了你知道吗 他的手脱臼了 他有一种习惯性脱臼 因为他已经摔柔道还是干嘛 我就真的在看他 怎么 怎么忽然换 麦克风换一只手拿 就是在表演中间的时候 手脱臼 然后又一个八拍 他就进去 然后怎样 接起来 那一定很痛 他是我 我是觉得超猛的 对啊 他这样的哦 然后那个 结尾姿还后空翻 你说猛不猛 接到冰单的时候 我还在拍电影 那我是一直拍到 我那天早上要录 要录报到的当天凌晨 拍到凌晨 然后回家洗个澡 我就拿包就去当兵 所以你是来不及去思考 这么多问题的 当了418天的大头兵 吴奇隆最后还是厌退 重新回到了舞台 他熟悉的环境 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当时台湾不管是唱片圈 还是电影圈 都面临到了不景气的压力 在经济公司安排之下 吴奇隆决定 转往香港发展 当兵那个时候 其实因为 家里人那时候 债务问题还没解决的 所以是会有担心 所以那时候就把 把我自己唯一的房门 然后先撑过那段时间嘛 然后所以当完兵回来 就到香港发展 因为那时候 当完兵回来之后 公司那时候 希望我是先走电影 我没有一个 我一定在这里 所有天南门都在这么说 你某某某某 我爱四楼仔 我爱真相 吴奇隆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得从头来过 光是说广东话 就让他吃尽了苦头 有一阵子 他几乎是天天都在吃公仔面 通常去就叫餐蛋饼就好了 就很好了 因为我点的是公仔面里面的顶级版 餐蛋面就是有午餐肉跟鸡蛋 再加上那个泡面 我带他们过去的时候 他们都一句广东话都不会讲 但是他们年轻人厉害 我拍了三年的戏 再回去再拍吴奇隆 他广东话已经溜得一塌糊涂了 我还是一句话都不会讲 当我闭上双眼 拍回梦和真实之间 2001年 吴奇隆决定进军大陆内地 赶上了台新 在中国大陆发展的浪潮 吴奇隆一下子就成为各家电视台 争相邀约的头牌小生 他们差不多在10年 8年 10年前那时候进大陆的 那时候进大陆 我们台湾人的条件还非常的好 那时候台新还是是最好的 我那时候从台湾到香港 然后从香港到 到内地来 都是一个人 那你要去了解 他为什么会是这样 那你必须要融入那个环境里面 或者是这个环境里面做好 有一定的难度的 而且是蛮寂寞的 赢在我的心里 是无穷无尽的永久 感到的感情呢 吴奇隆上来 态度非常低调 因为他觉得这是个人内心 很私密的事情 作为艺人呢 他也不希望让外界认为 他把感情当纯是一草售的工具 所以这次吴奇隆 接受我们的独家专访 非常难得地针对着一些问题 包括他之前呢 和玛雅书的婚姻 说出了一些心理的话 吴奇隆说呢 感情是没有对错的 有的时候对方有一些选择 尽管可能不是很恰当 但是你也只能够坦然地接受 做一个男人该做的事情 只要能够对自己负责就好 我们继续来看资争记者 简维红 陈志杨的报道 从来没有因为 因为谈感情迟到过或什么 从来不会 我是 我是工作为主的人 我不完美 但是他完美 所以 我觉得 他可能需要一个完美 就跟他一样完美的人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女孩子会抱怨的原因吧 我不是 我有太多毛病 我是一个各种毛病都有的女人 谈到了感情 吴奇隆说呢 是很私领域的问题 他的口风很紧 透露的不多 师弟张克凡说 吴奇隆当年追求女生 也经常是这样子按着来 就是 他不太像 就比较主动式 没有 他其实是犯主动式 但是他人会靠过去 就让人家看到他 对 他会这样子 我的想象中 他不太会是主动 就是很热情的那一种 天蝎做不太做这种事 都按着来 但是还是会来 2001年 吴奇隆在拍摄 《消失一郎》的时候 认识了同剧组的 玛雅书 当时两个人很快 就传出陷入热恋的消息 交往五年 在2006年12月 吴奇隆和玛雅书 选择在云南 悄悄地登记结婚了 而这项喜讯 从吴奇隆的部落格里 似乎也可以看出端倪 他感性写着这几天的心情 就像昆明的天气 清澈 明艳放肆的 同时还说到 他跟玛雅书 相聚时间真的很短 谢谢关心 祝福他们的朋友 同时认为感情 是非常私人的 让两人 静静享受 这几天的幸福 我爱流过来 我爱流过来 是一种天真 我爱吃过空 伤识尽痛 台湾女孩子 其实相比较下来 其实台湾女孩子是比较温柔的 在整个三个地方来说 台湾女孩子是比较温柔的 那内地的女孩子 我觉得她们 一直在成长在进步 因为环境的改变 然后我觉得她们可能因为从小 她们的竞争比较大 就从念书开始 生活开始 很多地方都是很有竞争的 所以她们想的会比较多 结婚之后 吴喜龙和玛雅书 见面次数没有因此增加 夫妻俩一年下来 竟然见不到五次面 吴喜龙和玛雅书的婚姻 失和传闻 开始慢慢传开 或多或少 你会有觉得寂寞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都有 但是我也不认为 你有女朋友 或者是有结了婚的人 她是不会有寂寞的时候的 都会有的 我觉得这是人的一个 很正常的一个心态跟心情 那你只要很清楚就好 不要去扩大它就好 你不要觉得寂寞的时候 你就真的 哎呀不行 我寂寞都不行了 我要去找个对象 我觉得那反而是 很蠢的一件事情 两人大方在媒体面前公开恋情 不过这一段婚姻却遭到移民署官员质疑 问你说 你跟他是真的吗 那你们两个有恋爱吗 有恋爱多久了 那你们要提供一张 你们恋爱的照片 外界的传闻圣骁城上 对于感情 吴奇隆选择的态度 还是一贯的低调 2009年8月 当狗仔队拍到了 玛雅书海明外籍男子 过从圣命的合照之后 吴奇隆终于出面回应了 他在部落格上面公开的宣誓 两个人在2008年3月的时候 已经签字离婚了 狗仔是我的朋友 他是 他们去横店埋伏了三天三夜 就拍到玛雅书 跟一个外国人 在一个 大概他们住的宿舍里面 那个剧组的宿舍 三天三夜都没有出房门 后来有一天终于出房门 他们就拍到 啪啪啪那个照片 整个把他公租于世 然后听说那个照片出来之后 他们两个就真的签字了 本来就一直没有签字 因为好像朋友是讲说 吴奇隆一直觉得说 玛雅书常常一回来 就是他们两个 能够在一起的事情 已经很少很少了 可是每次一回来之后 他就一直说 他要去上补习英文 补什么什么 原来是学英文 方便跟老外沟通还怎么样 因为后来被拍到 那是一个老外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感情的事情是真的是比较私人的 那尤其我的个性 我不是很喜欢去说这些事情 那很多事情 我一直都是觉得感情是没有对错的 只是说你是在什么样的时机 做了什么样的选择 那可能不是那么适合 不是那么恰当 就是这样 我妈是讲说 他们小孩的事 他真的都不问也不了解 可是回来的时候 他会问一下 就是说到底怎么回事 其中就说 妈妈你身体不好 你不要管这个事 然后我妈就说 以他对他的观察 他觉得他那两年都不开心 就是包括从娶了他 娶了玛雅书之后 到离婚 差不多两年而已 他说他觉得那一两年 他觉得儿子非常非常不开心 据传吴奇隆在离婚之后 他将名下所有能给玛雅书的 几乎全给了他 没想到玛雅书在离婚之后 很快就传出再婚的消息 有人因此替吴奇隆抱不平 不过吴奇隆说 这些都是他该做的事情 他不希望对不起任何一个人 从他手上比鸽子蛋还大的结婚钻戒 就可以知道玛雅书的外籍老公 的确相当疼爱他 不过这么高调的大学婚戒 让前夫吴奇隆情何以堪 上一次我也上次的幸福 我有永远记在心里的东西 那这一次是我总结了上一次 然后好好过这一次 所以这次会 对 应该有这次的幸福 我觉得我只要对我自己负责任 我清楚我在做什么 那我不要对不起任何人 我觉得我做一个男人 该做的就好 那其他人我也 我觉得也不需要 多去说什么事情 可能很多人会 站在我的立场 会关心我 会为我说一些事情 大家对我很好 我明白 但是我也希望就是 就是这样就好了 每一集的最新首播 请您准时锁定 每周日晚间8点钟 台湾起始终 请您赞 订阅 请您赞 订阅 您赞 订阅 您的视频 我们订阅 您赞 订阅 您赞 订阅 您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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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